韩国和美国宣布了将在下个月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计划 几星期前朝鲜最近一次核试验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美韩联军指挥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 为期一个月的年度军事演习将从3月1号开始 这次演习的代号为雏英包括一系列海陆空演习 此外美韩联军指挥部还宣布将从3月11号开始 进行一次围棋两星期的电脑模拟演习 代号为当机立断 美韩联军指挥部的声明说 举行演习的目的是加强韩国的安全和战备 并表示演习属于威慑性质 朝鲜将美韩联合军演看作是入侵朝鲜而做的准备 平壤最近采取步骤以展示本国的军力 2月12号朝鲜进行了第三次 也是当量最大的一次核试验 去年12月朝鲜成功地将一颗卫星送入太空 批评人士认为那是一次伪装的弹道导弹试验 继继继继继续